據《華盛頓郵報》以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星期四的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的女婿和高級顧問傅什納正在成為聯邦調查局就川普競選團隊通俄指控調查對象 聯邦調查局釘上傅什納並不一定意味著他涉嫌犯罪 亦不意味著他是FBI對俄羅斯更廣泛調查的目標 《華盛頓郵報》報導 調查人員正在調查去年年底川普團隊與奧巴馬政府交接的期間 傅什納和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以及一位俄羅斯銀行業高管的會議 《華盛頓郵報》上星期曾報導 白宮一名與川普關係十分密切的高級官員是通俄調查的焦點 但並未直接點名是傅什納 兩個星期之前川普突然將解除了負責主管通俄調查的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的職務 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上星期任命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為特別檢察官 負責對川普團隊通俄指控的調查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至少四個委員會分別對通俄指控進行各自調查 川普多次否認他的團隊與克里姆林宮傳統 美國情報指俄羅斯總統普京策劃了一場干預美國大選的行動 使得選情對共和黨有利